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将裁判奥基夫直接投入巴黎火焰中 是奇怪的 我拯救大国民赛马杰的计划 卡斯被英格兰召唤起来 取代受伤的托普利 参加板球世界杯 阿森纳的门将问题 正在妨碍拉亚和拉姆斯戴尔 其中一个将不得不离开 前内布拉斯加州主教练 在俄勒冈比赛中露面 请大家收看 将裁判奥基夫直接投入巴黎火焰中 是奇怪的 英国美日电讯 前新西兰橄榄球教练沃伦 加特兰为橄榄球世界杯的裁判辩护 称他们是人类 希望做出正确的决定 加特兰强调了裁判所面临的压力 以及技术和社交媒体 对他们决策的影响 他还赞扬了维恩 巴恩斯和雅各 配迫这两位裁判的沉着和经验 加特兰强调了 专注于比赛 而不是批评裁判的重要性 并表达了对国际橄榄球联合会 引入的视频回放系统的支持 我拯救大国民赛马节的计划 英国美日电讯 对于格兰国家障碍赛道 和比赛条件的改变 在赛马界引起了争议 支持这些改变的人认为 这对于维持公众 对这个赛事的支持至关重要 而其他人则担心这些改变的走向 文章认为 无论这些改变如何 赛马运动中总会有马匹死亡 而唯一防止事故的方法 就是终止这个品种 作者还建议限制个人 在格兰国家障碍赛中参赛的马匹数量 以防止比赛变成一场闹剧 卡斯被英格兰召唤起来 取代受伤的托普利 参加板球世界杯 英国美日电讯 布莱登 卡斯尔被召入英格兰世界杯队 取代受伤的快速投球手里斯托普利 托普利在英格兰最近输给南非的比赛中 因左手食指骨折而返回家中 卡斯尔是28岁的达勒姆投球手 在中场比赛中为英格兰提供了速度和弹跳 并且在危险的下半场击球方面表现出色 他已经参加了12场ODI比赛和3场T22比赛 并被认为在所有三种比赛形式中 都具有巨大潜力的投球手 阿森纳的门将问题 正在妨碍拉亚和拉姆斯戴尔 其中一个将不得不离开 英国美日电讯 阿森纳门将大卫拉亚 正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他们不断将他与亚伦拉姆斯戴尔进行比较 关于这两位门将 谁更好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球迷和评论员都站队 拉亚面临着表现出色 并赢得阿森纳球迷支持的压力 而拉姆斯戴尔则只能在场外观望 主教练米克尔·阿泰塔 似乎认为拉亚是更好的选择 但如果拉亚的表现不改善 情况可能会改变 前内布拉斯加州主教练 在俄勒冈比赛中露面 上周末 在一场俄勒冈州橄榄球比赛的场边 前内布拉斯加州主教练斯科特 弗洛斯特被看到与俄勒冈州的 防守线教练托尼·图伊奥蒂交谈 图伊奥蒂之前 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执教时 与弗洛斯特合作 后来离开内布拉斯加州 加入了俄勒冈州的教练组 在内布拉斯加州期间 图伊奥蒂帮助培养了 两名NFL选秀球员 弗洛斯特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 担任内布拉斯加州主教练 并在2022赛季进行了三场比赛后 被解雇 泰勒·斯维夫特被发现 带着特拉维斯·凯尔斯主题的 友谊手练 英国独立报 泰勒·斯维夫特被发现 带着美国橄榄球运动员 特拉维斯·凯尔斯制作的 友谊手练 引发了两人正在约会的传闻 这位堪萨斯城球长队的紧密端 在手链上带着斯维夫特歌曲的标题 这位33岁的运动员 曾试图在斯维夫特的一场音乐会上 送给他这个礼物 但未能成功 传闻中的情侣 后来在周六夜现场的一个派对 和一场球长队的比赛中一起出现 猛龙赛季预览 斯科蒂 巴恩斯 格雷迪 迪克和其他首发阵容成员 最需要的是什么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猛龙队带着新任主教练 和新的首发控球后卫进入NBA常规赛季 带来了一种兴奋和乐观的氛围 球队的成功 将依赖于球员的才华和发展 新的首发控球后卫丹尼斯 施罗德 需要继续成为一个凡人的防守球员 并激发猛龙队的过度进攻 斯科蒂 巴恩斯 有着全明星的潜力 需要在每一分钟都表现出自己 并避免在比赛中慢热 OG阿努诺比是一名出色的防守球员 需要在进攻中更加高效地突破防守 帕斯卡尔 西亚卡姆 上赛季有着职业生涯的巅峰表现 需要避免过多地控球 同时保持对球队的影响力 经验丰富的中锋 雅各布 布尔特尔应该扩展自己的进攻能力 并提供顶级的篮下保护 马拉奇 弗林 是球队的主要替补控球后卫 需要投进节奏感十足的三分球 并能够应对内线的防守 加里 特伦特 是第二阵容的主要投手和得分手 需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组织者 普雷西奥斯 阿奇乌瓦 是阵容中最有趣的球员 需要发展自己多样化的进攻和防守技巧 克里斯 布歇 是一名能够持续提供能量的替补球员 需要继续奔跑 并在防守端制造混乱 新秀格雷迪 迪克 需要命中空位投篮 并学会应对NBA比赛的节奏和技术水平 贾伦 迈克丹尼尔斯 他在常规轮换中打出了自己的位置 需要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三分球威胁 赛德 杨氏更衣室中值得信赖的资深声音 将继续担任替补 并可能不会获得太多稳定的上场时间 奥托 波特 是一个经验丰富的NBA三分球威胁 需要保持健康 克里斯蒂安 科洛科 因呼吸问题错过了夏季联赛 整个训练营和展览赛季 还需要几个月才能做出贡献 加雷特 谭普尔是一名资深领袖 将在非比赛角色中发挥作用 并在训练和更衣室中提供价值 英格兰的失败 对ITV来说是如此令人痛心 甚至连坚毅的威尔金森也被感动到了 英国每日电讯 ITV体育对英格兰和南非之间的 橄榄球世界杯半决赛的报道 因其冷静的语气和缺乏浮华的赞美 而受到赞扬 赛前的准备工作很平静 专家们提供分析而不是民族主义的鼓动 评论团队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一些评论家认为 有太多具有相似音调特点的评论员 赛后 乔尼 威尔金森表达了他的失望 而其他人则质疑 英格兰是否可以做些不同的事情来改变结果 在周四投票截止之前 请为路易斯维尔地区高中男子运动员投票 雅虎 肯塔基州高中橄榄球季后赛即将开始 而高中足球州锦标赛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请在下方投票选择10月16日至21日的路易斯维尔地区高中男子运动员州 投票将于周四下午6点关闭 获胜者将于周五上午公布 第八州南兴泽西高中橄榄球明星是谁 在这里投票 雅虎 Coreer Post列出了南兴泽西州第八州的15名顶尖高中橄榄球运动员 其中包括威林伯勒的拉玛尔·贝斯特 他完成了20次传球中的13次 总共获得184码和一个触地得分 他还跑了9次 总共获得26码和两个触地得分 并且接到了一个80码的触地得分传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包括橄榄球世界杯 赛马节 板球世界杯 和一些娱乐圈的小道消息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橄榄球世界杯 一位潜心西兰橄榄球教练 为裁判辩护 称他们是人类 希望他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确实 作为观众 我们常常会对裁判的判法感到不满 但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所以 让我们专注于比赛本身 而不是过多批评裁判 接下来是关于赛马节的争议 改变赛道和比赛条件 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 不过无论怎样 赛马运动中 总会有马匹受伤 甚至死亡的风险 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其他方法 以减少这些风险的发生 而不是仅仅终止这个品种的比赛 板球世界杯也有一些变动 由于一位投球手受伤 布莱登·卡斯尔被召入英格兰世界杯队 卡斯尔是一位有潜力的投球手 我们期待着他在比赛中的表现 在足球方面 阿森纳的门将问题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球迷们对大卫 拉亚和亚伦 拉姆斯戴尔进行了比较 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我们希望拉亚能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同时也希望拉姆斯戴尔 能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 而在娱乐圈 泰勒·斯维夫特被发现 带着一条特拉维斯 凯尔斯制作的友谊手链 引发了两人正在约会的传闻 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们之间的发展吧 最后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体育赛事的预览 多伦多猛龙队在新赛季 迎来了新任主教练和新的首发阵容 他们需要球队的每个成员 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才能够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有趣和引人注目的话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并且展开讨论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